綠獵犀入侵南臺灣 就在高雄市區 像是愛河 魏武營都看得到 由於他的生性羞猛 出沒地點往往造成農業的損害 農民是苦不堪言 方式呢 在今年短短不到三個月 在高雄地區已經抓到三四百隻了 尤其都入侵了市區 現在暗夜大追捕 我們帶您獨家直擊 這一隻 說從裡經見一隻綠獵犀 獵捕大隊 蓄勢待發 頭燈網子和腸桿 大夥全副武裝 在黑夜裡要和綠獵犀大作戰 你敲我躲就是不下來 直到第三次踩命中 好不容易把綠獵犀從樹上弄下來 他卻使出三十六劑走圍上側 獵捕人員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後方追 和綠獵犀比快 綠獵犀呈窩中憋 只見獵捕人員 將他用膠帶綑綁 接著兩身長 沒多久另一棵樹上又有動靜 這隻踩一個多月 連續抓到迷你綠獵犀 讓獵捕大隊好擔憂 發現整隊的跟那個小綠獵犀的話 那就有威脅感 因為他在這裡已經開始繁殖 入侵台灣的綠獵犀原產地包括中美洲 南美洲 加勒比海和佛羅里達等地 體長可以達兩公尺 一次可以產24到45顆軟 繁殖力驚人 他們以植物的葉 嫩芽 花 果實當作食物 之前被引進當寵物 因為不當棄養繁殖力強又無敵 目前在台灣中南部大量繁殖 以往都在野外發現 現在竟然連市區也看得到 今年因為也開始就是著手在抓 所以現在也已經抓了三四百隻了 光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 去年才發現說原來衛武營這個地方這麼好的生態環境 結果是綠獵犀的一個防 我們防治上的一個破核 綠獵犀入侵高雄市區 目前衛武營 愛河 曹公順 都是獵捕的重點 平均兩天到三天獵捕一次 希望能把這些造成農損 破壞水利提防的兇猛動物 數量持續降低